7月5日,据云南省卫健委通报,4日零时至24时,云南省新增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三例,其中中国及两例,免电击一例。 据通报,新增的三例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,均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,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,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。 均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其中普丁型两例,清型一例,流调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。 瑞丽发布通报称,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,从5日8时期,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进出瑞丽,同时在瑞丽城区,宛丁片区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。 周南山表示,目前中国有71个疫苗正在研发,9个已经可以用了,其中有两个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。 同时,周南山称,中国的全病毒密合疫苗对感染、肺炎、重症的保护率都是有效的,所以放心注射国产疫苗对德尔塔电影株更有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